咦 近來有個地利比賽 讓我參加一下 主題是牛鴨壺? 我未聽過 讓我問問博士 由我來教你 在12年前我們介紹了這條條 我們需要一把剪刀 剪繩和剪膠紙 然後要準備繩 來量度的彎位 這些剪刀就是有需要的切 我們要準備空津 我們裝水模擬水流 另外我們要準備一個大型水箱 然後裝沙 沙的作用就是模擬河 現在我們就倒水到河流的開頭 因為河的水會帶動周圍的沙石 令到它前進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大量的沙石 會沿著河流的水流一直向下流 因為沿著河流水流向下流的沙石 因為沿著河流水流向下流的沙石 可能會在河流飄影的時候 撞了一個小洞出來 時間落了之後 就會有更多沙石去撞這個洞 這個洞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很快 後面我們看到沙石 在河流水流降測過 旅程座 沿著沥岛 在河流水 頭上 兩次皮膚 尖河流水流 長載水流 Electronic洞 獲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这些沙石碰到一条完整的河流的时候 水会随着一条最快的河流流入海里面 所以原本的沙米河流就会因为没有水而变成了一个湖 这个湖就叫做偶压湖了 沙 miner 沙弹 沙漫 沙 hace 沙案 沙� Ju 沙当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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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丫湖是一个奇怪的地理现象,它可以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找到,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个著名的龙丫湖,它是在英国东沙克斯棍的一个山谷里找到的。 那我们要实验,你学会什么? 谢谢博士! 谢谢博士! 谢谢博士!